一色旗異國又到了離地中環的時間,大家好我是主持Titus 異軍進攻袋沙地帶自至今日一隻指紋樓梯響 雖然先頭部隊已經開始進入袋沙進行掃擋,亦開始出現士兵陣亡 究竟攻打袋沙有多難? 這次異軍除誓言消滅哈馬斯之外,哈馬斯手上還有超過200名各國人子 有沒有可能同時解救他們,避免他們傷亡? 好,今天我們的嘉賓是我們的軍事奧者Ben,你好 你好,小明哥 好,即如我們一開始開中名義所言,以色列這次進攻加沙目的是解救人治和消滅哈馬斯兩大目標 總理拿塔尼漢最近在北部探視軍人時已經說過,這兩個目標基本上就是Duo Die的程度 當然啦,我們嘉賊知道全球人口最醜密的地方 每平方公里就6507人,即是籌密程度全球第三 我想先問一個問題,對於進攻一個這麼狹窄這麼多人的地方難度在哪裏呢? 首先我很簡單講了城市戰的基本兵力調配的百分比 基本上如果要進攻一個10萬人的城市 已經是需要3-4倍的兵力去封鎖 以及進攻之後維持城市秩序,還有之後最重要的掃檔 按照這個比例來看,其實嘉賊 現在南部和北部都有接近幾百萬人的城市 再加上他們建築籌密到這種程度已經是雜亂無章 甚至可能以色列都,他們之所以延遲這麼多日開展地面行動 只是用Jadam空襲下去,都是擔憂貿然進入加沙地帶 可能會為以色列帶來更加多不可以避免的傷亡 無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可能會誤殺一些加沙平民 還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件事是今次城市戰才看到的 我覺得今次城市戰有一個可以比例子 就是以前美軍在廢潔盧的一場圍城戰 都是類似的性質 因為都是平民和恐怖分子混合在一起 但是當然了,哈馬斯比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恐怖分子 是更加狡猾的 他們是已經習慣了暗地裡自殺式炸彈攻擊員 或者開過暗槍殺完以色列軍人之後 就會立刻脫下衣服走進平民裡面 或者扮成平民一起在鏡頭面前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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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變相兩頭都拿好了 講回以色列真的要打加沙的什麼風險 一就是可能會引來國際社會的輿論反彈 這一點現在已經慢慢驗證我的說法 尤其是國際輿論對以色列進攻加沙的態度 德國、法國、西班牙、英國、美國、紐約 都已經有很大百分之的一些示威或者罪惠 證明了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 尤其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已經佔了六到七成 可能以色列的人才只有三成 歐美現在反而是慢慢興起了反猶太的失調 尤其是反猶太資本財負勞斷的失調 反而是歐美政府尤其是拜登炸醫院那一刻 據我了解肯定不是以色列做的 還有德國總理蕭茨他甚至戴上猶太人宗教意識大的帽 他表示支持以色列 很明顯你看到是真的已經一件地區衝突已經演變到 不同國家和政府可能民眾和當地政府的理解已經有一個認知緣 認知開始有分歧的情況出現 第二點就是以色列要打這場城市戰打入 因為他們現在說的是設立了封鎖 設立了封鎖線被人在埃及的拉法關口走 他們目標就是劃定了一條殺戮線 他們現在只是在加沙北部進行所謂的掃檔 基本上以色列的外交部長在媒體面前都說得很清楚 連英美媒體都沒有被CNN BBC那些記者問他們外交部長 你們這樣做是對不對的 以色列外交部長已經當面罵他們或者是不回答 很明顯可以見得出以色列的態度都很堅定 但是第二點就是以色列如果謀言進攻加沙的話 有機會是會兩面受敵的 尤其是黎巴嫩真主黨和敘利亞政府軍的不斷襲擊 還有遠一點的 我假設阿富汗塔利班真是如他們所說的 可以穿梭到幾個國家過來支援 以及伊朗的革命衛隊 還有背後還是屬於嚴擺不定的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 其實近來連埃及都有示威同情和支持哈馬斯 所以可能以色列進行的不單只是一場圍城行動這麼簡單 他們要進行的可能如果真的要展開是一場很極限的時間競賽 即是看看他們先搞定加沙還是伊斯蘭阿拉伯世界搞定以色列 那其實就算乙君那個 因為我自己看回的時候我發覺 其實乙君自己的武備其實都相當先進的 所以而哈馬斯很多時候那個武器都屬於比較preliminary的東西 那所以乙君如果單純純以軍視角度來看的話 乙君剿滅加哈馬斯應該沒什麼難度的 但問題就是現在關注的還要包括一些宣傳戰 我三個星期前我和另一個嘉賓談的時候 我就已經說過哈馬斯對以色列的那種格殺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如果你對巴勒斯坦還有一絲同情心的話 都已經完全蒸發了 但是兩個星期後的今天好像又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還有一點點回來的那個程度 所以其實對於以色列來說這件事情是一個難度 其實也是的 因為基本上以色列已經是處於一個絕對優勢的位置 基本上如果真的要不講立場很認真地說的話 很認真很忠狠地說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GDP是相差成17倍 基本上如果巴勒斯坦在沒有任何外力的支持下 是不可能產掉下去的 就在前兩天聯合國和CNN都有說過 進入加沙南部的物資運輸車輛 現在是少過50架 正常供應500萬難民需要的物資車輛 是要超過200架以上的 還有哈馬斯現在似乎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 因為之前聖傳說伊朗已經升起了 他們伊斯蘭教最緊急的黑旗 去在他們的聖地升起了 寺廟升起了 去呼喚全世界的聖戰分子去支援巴勒斯坦 但是現在這樣看 其實伊朗都是一個搖擺不定的位置 因為我想大家都知道 伊朗已經被人制裁了很久 他們國內經濟都不一樣 基本上都是靠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爭 其實有見及此 就巴勒斯坦的角度來講 其實他們現在唯一剩下的輿論宣傳上的優勢 就是靠著自己弱勢者的身份 因為基本上所有主流媒體 華盛根又播 甚至亞洲的《流氓組報》 BBC CNN ABC News 這些大家熟悉的主流媒體 基本上全部都是猶太子本來的 現在連半島電視台都被歐美蜂實物 或是宣揚恐怖主義的媒體 反觀 那麼以色列 基本上只要他們進攻袈裟 再謹慎小心一點 不要再重複之前空襲犯下的錯誤 就可以慢慢侵蝕巴勒斯坦 即使可能國際輿論上面都有些反撲的聲音 這個是很正常的 民主社會一定會有正反立場 正反意見的 沒有才是最奇怪的事 在民主社會民主國家 如果就外交輿論的壓力上 我覺得以色列依然是佔了優勢 我明白 那當然實際上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就是哈馬斯自己本身 你剛才已經說過了 哈馬斯很會打完槍之後扮平民 其實哈馬斯現在再加上他在加沙斯的地道 我想其實一個他們很成功的一件事 戰前已經在做一個很成功的事 其實就是他們 是將他們自己的軍事設施和民用設施 是直接進去互相交融的一個地步 是去到一個地步令到以軍是沒有 即是跟哈馬斯不同 哈馬斯的軍事設施和他的民用設施是分得很開的 但是在加沙地大哈馬斯是故意放在一起 令到以軍是沒有可能炸到民用設施 在打哈馬斯的時候 那所以我想其實看回雙方的兵力差距的時候 其實哈馬斯的軍力其實不是太大 我想達15000至4萬人 那還有我想基本上都是一些步槍 一些什麼的那些什麼 你以軍現在已經動員了 我想計算剛剛動員的36萬 現在還有他自己上臂軍16萬左右 接近17萬的話其實都有40幾萬 那以色列的武器那方面 例如他們在設施上有沒有特別應付 城市戰那方面的需要 其實我聽說他的坦克幾得 其實是有的 還有我先說了其他比較重要的事情 其實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軍力對比 即學與超明哥所說的 是很懸殊的 還有他們受教育的程度 以及對現代戰爭的適應程度 都一定有差別 因為一個是武裝恐怖組織 一個是主權國家的正規軍隊 兩個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你不可能拿這些武裝組織去打正面的 比較劇烈或者強力的對抗 當然正規軍隊也都不可能拿下去 因為他們很完美地適應反空子安戰 但是這件事在以色列上 反而是他們打非正規的戰爭 而是打子安戰 應該不會像美國打伊拉克巴夫那樣難受 因為以色列少至戰術 大至槍械或者裝甲載具 他們基本上已經完美適應了 一個打很多個或者打伏擊的反擊戰 或者打城鎮戰 我首先就是他們的單兵戰術講起 很多人喜歡單單地拆開以色列CQB來看 會覺得他們的動作很大 很多很無謂的探頭、撇頭 因為以色列CQB很喜歡快速撇頭 看對方位置或看對方行動 甚至連美國的Green Beret都笑他們 因為Pete遲早被人爆頭 很多人說他們的動作不太正確 但是我覺得要看以色列的一些單兵戰術 小隊戰術就要結合他們的國程來看 因為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城市地區 或者在加沙耶、盧薩蘭、德拉維夫這些大城市 他們每個地方都好像我們以色列 每個地方基本上都是很複雜、初衷複雜 還有以色列人可能真的是因為 一路打仗、一路發展起來的國家 所以他們的城市規劃其實是很差的 所有建築都混在一起一堆 還有以色列的街巷、房間、門的尺寸 是比我們想像中更差 你想像一下如果要在香港堂樓裡面打仗 應該就會明白以色列的那種感覺 香港的堂樓、劏房裡面 有時候可能半個人多一點的身位 你還要清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們的技術很好用 因為不是每間房都好像 伊拉克、阿富汗、中東的地方這麼大 門也這麼寬 還有以色列為什麼會用TR 故唱呢?為什麼會用Bullhub呢?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因為他們要適應這種城鎮戰 還有要換場裝甲再舉行動 第三件事就是超榮哥已經提到他們的坦克 梅卡經歷了很多代改版 到現在依然都是生存性最高的坦克 至於之前有一段影片是哈馬斯用無人機 極毀梅卡亞坦克的 那段影片現在最主要的推測 就是懷疑那兩輛坦克的成員 根本意識不到無人機在他的頭上 還有沒有開到主動防禦系統 OK 是的 所以他打的位置剛剛好就是引擎蓋上面那個縫位 那個位置理論上只有十多mm的裝甲 因為只有那塊散熱蓋 所以一打下去 可能是引燃了燃料或者彈藥 然後就殉爆了 嗯嗯 但是如果其他綜合方面來看 梅卡亞比起只有小米加暴槍的 巴勒斯坦哈馬斯來說 其實都是有很大的優勢 嗯嗯 其中一個不得不說的就是 以色列的戰利品主動防禦來說 嗯嗯 其實這個也是很強的 基本上都可以防禦到哈馬斯大部份的 一些榴彈或者火箭筒的攻擊 嗯嗯 但是現在已經 基本上哈馬斯之前已經被人抓到 或者收到消息 他們甚至拿到了一些類似標槍的武器 例如俄羅斯的短號 或者中國的火箭筒 其實這些都會對以色列的裝甲力量形成威脅 嗯嗯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嗯 以色列軍隊很多時候 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可能是私從歐美 所以變相他們很多東西都要用很大的成本 才可以完成到一些任務 嗯嗯 其實這件事對於以色列的財政消耗都是有問題的 可能過多一會兒以色列軍隊想通了 他們又會學哈馬斯 或者學俄會戰爭 搞DJI無人機 丟手榴彈 可能這些無人機戰術又會用回加沙 但是都很難說 因為始終加沙的樓底太複雜了 我覺得一個很貼節的比喻 可以讓香港人找到一個實體的感受的地方 類似感受的地方就是九龍城寨 是 老一部應該感受很深 基本上加沙就是一個這樣飛的地方 是 是的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到下一節我們會繼續說回 就是以色列攻打加沙地大的一些策略 一些目標 以及我想我們最終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以軍最終能否消滅哈馬斯這個問題 我們下一節回來 跟大家再談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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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